Hello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三星S23终于要来了 三星最近也发布了发布时间 就是2月1号 现在也就没多少天了 所以就给大家汇总一下 最全的国内卫大臣 他们这些爆料 基本已经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再加上自己绝对玩鸡的横平的感觉 给大家稍微说一说 三星S23怎么样 再说之前还是说一下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就是自从S10作为一个分水里 我们先不说它好与坏 然后S20绝对的经验往后 S21 S22 到现在可以说是S23 他们基本算是一个三星平平无奇 我也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直版手机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二三星就与二二的进步 其实也就和二一升 二二这些差不太多 总之就是说处理器好一点 续航好一点 然后是镜头好一点 手机材质好一点 对很多人来说 真正提升有多大呢 其实差别不大 大家现在所有的黑科技 基本都往这个相机上面堆掉 所以无非就是花更多的钱 买来更高倍数下的清晰度 就这么简单 你要是说纯粹的抑制是好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真的是用不到 还是那句话 原厂相机再怎么拍的好 都不如你随便稍微调一下 所以说跟着我的YY学习大法 随便移动 你的照片质感都是直线上升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看 S23到底升级的哪些 工业设计方面 这个是曝光的参数图 大家大体一看 这是外网他们拿到的积膜图 基本已经八九不离时了 可能细节区分在于这个摄像头 这个细节可能略有出入 但是大差不差 就是这个样子了 纯屏的这个面板 加上这个摄像头微微的凸起 这种极简式的设计风格 三星终于去掉了 从S21到22一直沿用的这种 左上角的这种灵脚型设计 这个设计其实刚一出来的时候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其实到现在来看 这个设计还是可以的 没有特别多的我给个7.5到8分的样子 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周上的设计 然后用了两年之后 这次回归了像S2U一样 纯纸板的一个背面 然后加上摄像头 这算是一个极简的创新 这个东西但凡出来这种 往极简风格走 一定会是两极分化 因为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觉得你背板非常的平 怎么看就是特别廉价 因为它没有结构 整个工业设计一旦结构少了 这个人的心理就会缺少一种复杂感 但是喜欢极简的人是真的喜欢 所以说这算是一个两极分化 你觉着怎么样 我觉着倒还行 这个设计的话 极简还是那句话 没有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 永远不要是过多的去坠涉设计 这个设计电信下来了之后 我敢打包票S24也是这个样子 放心就好 不会再有太大的改动 甚至往S25它的方向 其实就是往这方面定 再往后再改 其实还是就是说顶配的Ultra 这次通过邀请函你也看到了有新加入的绿色和紫色 官方应该给出的叫物丁香和植物绿 这两个颜色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紫色一般一直从21到现在 其实都是贯穿都有 所以说这次的紫色是偏什么方向 我们到时候再说 但是你通过曝光图的这四个颜色来看 这个不就是Buzz2的配色吗 这个绿就是我所谓的扎古绿 这个完全就是一样 紫就是个紫 反正就很像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三维 整体的三维基本都是不变 依旧是6.1 6.6以及最大Ultra的6.8寸 其实这三个杯大重小杯 整体的三维相较于上一代都差别不算特别的大 所以这微乎其微的细节就不给大家考虑了 然后最重要的工业设计 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Ultra Ultra的变化 主要是通过这个曝光的这个手机壳 我们可以看到 摄像孔的开口明显会更加的大 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 大手机它的这个实体按键 音量和电源键整体要偏下了 这点相较于大手机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以往我确实需要往上够一下 我手也不算太大 然后呢 整体这个相机的凸起会更加的小 这点的话可以说是在厚度不变的情况下 而且这次还上了新的这个相机硬件 这点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 其次就是23U和22U的边框还是有区别的 23U相较于22U 它这个整体的弧面没有那么的大 有缺点有优点吧 整体呢 这个23U这样的方案 优点就是它这个多力的弧度呢 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说误触几率会更加小 握在手里呢 可能会更加扎实 贴合的面积因为大了嘛 但是这个缺点就是 它相较于22U的这种方案来说 在视觉面积上侧面来看 肯定是要厚非常不少 22U的这种设计 从侧面看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鲜薄 所以以上呢 就是这个23U的工业设计的变化 怎么说呢 21 22 23 我如果这么看来的话 它的手感依旧放在手里 完全不如S20 我说的是小背中背啊 所以说这个S20目前工业设计 放在他们的面前 还是没有任何无敌的存在 摸过的都知道 21 22的手感其实都一般 所以说以往我们说的 买五不买机啊 这个技术便宜 偶数贵 偶数新创新 所以目前来看S23算是一个技术 三星已经完全混淆了这个机偶 当然人家三星官方也没说 机偶有什么变化 只是我们自己玩机的这个业内圈 大家粉丝一直在跟他说 而且三星一直在这么做 但是从21往后真的一直在弱化这个 说白了就是没有什么创新 挺失望的 但是有一点人家好处就是 小背中背毕竟下格也下来了 你S21起始价 S2起始价 那比当年S10都便宜 对吧 所以说这个起始价下来了 那也算我们能饶了它 然后这个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配置 首先就是处理器 处理器就是全系列采用8G2 而且这次的话是全球基本都会统一采用8G2 以往的话 欧版或其他版本可能会采用 这个自己的猎户做Exynos 这次Exynos就彻底说再见了 全球都会用8G2 有什么好处呢 可能就是说压低一下港版或台湾版的价格吧 这样往后的话 你的欧版或者是美版 如果都用这个的话 拿过来你的这个 无论是后期的OTA 还是你的这个移动信号的全网通 应该就都和港版一样 都可以刷下国行的包就可以直接用了 所以说版本多了 那么它的二手市场 我觉得跳价就会更大 也就会更加便宜 以往的话 欧版美版便宜还没人要的原因 就是一是Exynos确实是拉胯太多 而且再一个就是因为Exynos的原因 这个处理器的原因 导致它的全网通 它的信号导致都是差很大 所以这次的话 在相较于二手这个方面 大家考虑多方面性就会多了 其次就是相较于上代相比 GPU提升48% CPU提升36% NPU提升60% 而且是4nm工艺 而且是台积电代工 在屏幕方面 全系屏幕亮度都能达到1750尼特 你要知道S2系列的话 21U就是1750尼特 确实这个屏幕在户外情况下 看来依旧非常清晰 虽然今年在这个CS展上 三星已经说了 这个2000尼特的屏幕 已经有了展示出来 但是像放在量产上 23还依旧是全系列 在用1750尼特的屏幕 那么这个屏幕 到底是不是之前的老货呢 但是三星给出答案 就是这一批屏幕 是全新的屏幕 区别还没说 但是就是说 目前这个参数是1750尼特 到时候还是详细拿到之后 再做评论 在电池方面 小杯中杯都相较于以往 提升了200毫安时 S23达到了3900毫安时 23加呢 达到了4700毫安时 S23U不变 依旧是5000毫安时 在这个快充方面 23依旧是25瓦快充 23加和23U 可以达到45瓦快充 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23加也达到了45瓦快充 它的4700毫安时电池 01充满 它的家族水准 一般在50分钟左右 5000毫安时45瓦 相较于22U来讲的话 以往的这个经验 我来讲的话 一般是在57分钟 至一小时零几分钟 所以说目前如果是 还是不变的情况下 速度会达到这个速度 大家可以参考 S23 3925瓦就没有任何问题 依旧是常规水准 能比之前墙上一般 在一小时15分钟之内 一小时10到15分钟左右的样子 这个都是盲猜 基本大差不差 这次呢 屏下指纹这个传感器 能变宽了一点 所以是可能触控的范围会更大 接触速度能快一点 这个也是到时候上水才能说到 然后S23和S23加 依旧是8G内存起步 而且一般还是1080P的屏幕 所以说这点应该还是没有变 三星目前来讲 已经官方说了 是已经量产了 UFS4.0这个内存 到时候能不能直接用在S23 这个也是一个问号 其次就是我在评测 Bartu Pro的时候 他们有三星自己的 全新的一个模拟知识 他说后期会适配 那么S23到底能不能跟上呢 这个也是需要 这个后期倒手之后才说 相机方面 目前中杯小杯还是差距不大 小杯中杯依旧是5000的主射 1000的长焦 1000的超广 和之前有点出入 依旧是三倍的光学变焦 23U是确实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它这次首次搭载了 两亿像素HP2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算是在两亿像素里面 综合素质做的最不错的一代传感器 取代了自己之前一直用的 1.08亿像素 光圈的F1.7 这次光圈会比以往大很多 也就是说它的虚化效果 它的人像会更加优秀 更加自然 而且这次S23U可以录到8K30帧 以往的话是8K24帧 提了这么点有没有用 还是那句话 8K并不是说让你录下8K 来用8K设备去看 大家基本很难有8K设备 非常的少 8K的目的还是那句话 用它的多摄像头的协作 给你裁切出你整个画面中 这个比较精彩的部分 作为一些导演分镜 来供大家可玩性 所以说这个两亿像素有没有用 也是有用的 还是给你那句话 你对于后期来讲 像素永远是越高越清晰 所以说你在后期的裁切 裁剪对于针对它的玩法来说 确实是细节上会更加保留更加多 其次不光是缩放和裁切的损耗 我们也知道 在后期往后 你的像素还是会损耗 而且因为你的像素 如果不是特别密的话 还会出现断层的效果 这些我就给大家 批图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能看到 所以说像素高 永远是它最根本的保证 虽然当然不代表像素越高 画质越好 但是这绝对是一个 你需要拥有的摄像头 好了以上就是高情商的回答 说一下低情商的回答 其实一亿完全够 所以说相机这个传感器 目前来说硬件算是比较稳 还是要看三星后期调教怎么样 我们可以细数一下 从20U一开始刚出这种潜望式 高倍数 其实三星一开始的拉风箱效果 国行一直存在 只是20U 然后通过Note20 Ultra 其实修复了一部分 20U的一部分的拉风箱问题 当时是因为硬件软件都没有配合好 导致这个问题 后期软件优化了之后能强上不少 再往后21U就成熟了非常多 到22U就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说但是一亿像素非常成熟 加上高倍也成熟了 这次两亿像素 到底它间隙度会不会打折 或者说会不会翻车 这个还是要看三星的软件调教 其次这次还增加了 二倍像素下的OS防抖 也就是说一般我们都知道 防抖目前三星用到的方式 无非就是裁件画面 或者是多项机协作 裁件画面用的还是非常多 这是最简单一个防抖效果 其实电脑上很多软件 都用防抖效果非常不错 但是一般切换到高倍数之后 防抖就基本失效 所以这次增加了二倍防抖 说实话 越近反而更加需要防抖 我们还是到处看一下 实际的表现如何 这也是算是一个不错的升级 比较是一个通点升级吧 而且S23U它还用到了 大线性玻璃Victus 2 以前都是Victus 2 2就是加的后一代了 然后在软件方面 还有一个超级HDR 这个应该是跟着YUI的新系统 一般来讲就是新的系统 我盲猜就是YUI 5.1 这0.1加的就是一些 针对S23新U化的东西 然后这1.1东西不多 但基本是基于YUI 5 和之前的Food相较于当年的S线来说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升级体验 这个YUI 5.1上了之后 基本就是这些 针对相机来说能优化到80% 基本都是在因为优化硬件 产生出来一些软件的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就适配很快了 基本在两个三个月之内 全新性都都适配了 毕竟是1.1的版本号 HDR就是亮度不光暴 暗部细节能看清 让你整个画面的宽容度达到一个更加舒服的水准 所以说超级HDR无非就是 压抑的更好的情况下 让你的暗部细节更加清晰 传统的HDR该增强的东西 所以说它的超级HDR也是在增强这个东西 这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了 通过以上我给大家分析 或者包裹这些参数 基本你对S23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样子基本就这么个样子 配置基本就是多多少少 也就是这个样 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 三星的旗舰系列在21 22到23 目前这三代来看 基本都是求稳 然后呢这个忙猜一下价格 今年的价格应该还是这个策略 今年这个定位价格 我觉得一般按照这种升级的理念来讲 基本会持平这个上一代 如果能良心点可能会更加便宜 45997有没有可能呢 或者说看它先行者怎么玩吧 而且呢先行者拿到手基本 2月1号开发布会先行者拿到手 2月底基本就会拿到第一批 这和我之前猜测的这个评测的时候 跟你们说的时间线都是完全重合 因为从S值往后 每年基本都是这个时间点 所以说我一直其实想说的就是 真正的三星玩家还是那句话 三星其实大家去买 走量的基本还是算是中杯或者是小杯 中杯走量算是比较多 小杯毕竟电池小 而且现在目前来说 那个大小对大家来说都喜欢大手机了 但是呢S23又又太大 太雷飞 而且每个人不是都需要S10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非常浪费 况且那么极致的硬件没有太大的必要 所以说中杯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也是一直是一个相价比 兼容续航来说 三个杯里边做的最好的 但是呢三星迟迟不给中杯提一些大的升级啊 但是也是你也在理解人家 人毕竟要三个杯一块买 你要是无限接近于这个大杯 那大杯还买啥呀 谁买大杯呀 对吧 所以说这个今年看一下中杯的这个效果 其实我一直希望的就是中杯啊 能做的这个好一点 中杯呢完全可以在S23的基础上减配一下啊 比如说材质 比如说极致的像素2000亿不需要 把S10去掉 造型呢不用那么极致 和方舟依旧是还和小杯一样差不太多 你稍微便宜一点 但是呢其他的别差太大 呃配上2K屏 大家可能买的会更加的多啊 中杯这次到底来讲 能不能成为这个相价比之王啊 我们还是顺目以待 好了这就是以上的S23的这个 前期给大家汇总 加上个人的一些小体验 小思路 到时候呢也会第一时间上水国航 给大家出详细的上书体验视频 以及后期的所有产品的这个详细评测 好了感谢关注盛阳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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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